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11日 这一两天来啊 国际局势发展的非常快啊 彻底查清新冠病毒的真实的源头 已经逐步的成为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了 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发表一篇文章 讲到新冠病毒字迷即将揭开 北京再见难逃啊 这篇文章写的不错 这里讲到了欧盟啊 这个6月10号 对美国总统拜登推动的重新调查新冠病毒来源 表示支持 并督促中共当局给予研究并完全的准入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 一个力量 我们知道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呢 停身而出啊 就见证这个自己所看到的一些东西 尤其是闫丽梦博士 昨天这个晚上 我才收看啊 长达差不多两个小时啊 这个他讲他这个从中国逃出来的经过 这个非常令人摘憾 他这个经历已经充分说明了 这个新冠是这个P4实验室啊 中共军方搞出来的 我越来越相信了 否则就不可能对他这样 是不是啊 包括他这什么闺蜜啊 他这个先生啊都参与这件事情 小先生一直追到这边来啊 这个确实挺奇特的啊 这只是天意啊 贴灭中共啊 这个不可为啊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 今天早晨一大早又看了这个原解放军宗校 海军宗校啊 姚诚先生发一个视频 看的也很多啊 他讲了这个 这个新冠呢 是中共搞的一个生物武器 这个半成品 他讲的也非常好 这些佐证 这个严厉梦的 还有其他一些证据啊 你可以看出 现在逐步的开始靠谱啊 这个是非常有力量的 这个推动啊 那么今天看到这个更好的消息 也就是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正在欧洲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 10号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了会谈了 拜登此行欧洲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寻求什么呢 美欧联合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 这7月4号美国就疫情就取得基本上控制住了啊 这个大反击事态就开始了 这绝对是诺曼迪登陆啊 不是开玩笑的 在推动这个重新调查新冠病毒来源的问题上 欧盟领导人啊 这个刚才讲到了 已经明确支持 那么现在 大家都已经知道 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叫密歇尔当天就说了 世界有权力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边能够吸取教训啊 现在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了 实际上人们知道真实情况以后就是追责所 也就毫无疑问的 我看姚成挺有意思 他那个还有这个点子啊 他说这个中共贪官藏在律师银行7.6兆 那就太好了 你给他钱一扣就完事了 对不对 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有利 有利的这个真家伙啊 而且姚成还讲到要让解放军躺平啊 这个习近平想绑架这些 实习中国人民 主要是解放军当炮灰啊 和美国就这个这个对抗啊 但对抗他没有那个本事啊 本人认为现在的形势是一片真实 非常令人这个鼓舞啊 那么这一次拜登和这个 这个英国首相这个约翰逊 刚才我在另一个节目当中讲到了 签署了大西洋宪战 这真是历史的更高层次的重演了啊 这两个人过去的党派都是一样的 这有趣 历史总之惊人的相似啊 希特勒斯的人物啊 总之愿意这个创墙啊 是不是啊 习近平现在走这道路 就是一个纳粹的道路 实际上就特别的滑稽可笑啊 只能自取灭亡 所以到了最后的这个时刻了 那么今天海外这个万维网这篇文章 这个写的比较好啊 他引用了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 风德莱恩的话 他说了解冠状病毒来源至关重要 研究人员需要对必须必要的东西 有完全的准入 才能真正找得成大流行的源头啊 报道指出呢 在欧盟领导人发表上述会议四季 一份泄露的七国峰会的会议公报草案 显示了 你看都已经出了七国历 七国都是发达资本的国家 绝对经济势力厚实 又是这个宪政民主的价值观啊 战成一排啊 领导人七国领导人和欧盟计划呼吁 世界非诚组织对新冠来源展开新的 独立的调查 这个一定是有信誉的 你不让调查也不行啊 彭博社最先看到这份公报草案了 与此同时 美国有家新闻网站也得出了 也看到一份结论的草案 欧盟和美国计划 利用下注举行的美欧峰会 呼吁一个透明的 基于证据的 不受干扰的调查案 本人认为这些国家联合在一起啊 相信逼迫中共就要把这个病毒的真相 把它给交出来啊 再加上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方方面面的证据啊 相信呢 中共隐藏已经没有意义了 现在特别严厉闷闷跑出来 我认为这就是自由天使啊 自救这个世界 你想他这个跑出的概率太低了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防备啊 他就是路德 他早早把这个效果告诉路德 路德就给发布出去 路德告诉他怎样赶快逃亡 你想他和他先生 这个斗争的过程啊 他先生扮演这个角色啊 等等 这犀利的故事啊 我相信很快就解释出真相了 这个等到九月啊 三个月之后 九天有八九月份的时候 大约是这个可以这样讲 是多十字球了啊 到那时候看了怎么办 这个真的假的假不了 真的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本人认为啊 真相是最有力量 任何人呢 干了坏事 你想隐藏都逃不过 你想这么多的 全世界国家的科学家 病毒专家啊 方方面人士 有些人是贪了财 是吧 瞒着良心 但毕竟大部分人还是真直 你包括严丽梦 这个这位女士啊 你想他本身生活非常优越 他先生和他先生结婚的时候 看的图片都显得很恩爱的啊 结果最后分道扬表 就是严丽梦啊 这个有良知 想救他其他的人 别人不知道真相 到底怎么回事啊 因为现在人们都难以想象 什么叫超限战 人们都难以解释 难以想象 人会坏到那种程度 怎么会用这种东西啊 来攻击别人 所以这个姚成讲得很好 是不是叫超限战 他解释非常清楚了啊 就是这个解放军的桥梁 还有一个他 过去来认识的一个 算是一个同事吧 说解放军里边写的一本书啊 就解放军搞这个新冠 看来这个是由来已久 就我越来越相信了 刚开始我是不相信 因为我总是把人想得特别好 包括身边的朋友 直到他害我发现证据 我才想起 恍然大语 大误啊 这一生都是这样 傻傻的 这个真诚的 善良的 幼稚的 单纯的相信别人 每每都上当受骗 但是一受骗到一段程度 我还是清醒了 清醒以后 我就不再信任他 是不是啊 那么而且这个人呢 只要多行善 做好事就 就肯定是没有问题啊 你看我出了那么多的 这个人生当中的坎坷 灾难啊 也坐过牢 你想还被软禁了三年呢 坐牢五年 就将近快十年啊 但是一直到今天 你看我发展的情况 就说明什么 人做善事 天在看 真的 人一定帮 那耶利盟为什么能跑出来 那么一个人 你说小女孩 是吧 就能跑这么远的距离 一贯一贯的 包括到美国来 美国的FBI 对他的误会啊 这个一些网络的水军 对他的诋毁 过去的闺蜜 对他的造谣 你想那些 藏在微信群的人 原来都是这样的人啊 等等 解释出来 这比对我在2006年 从监狱释放到09年出来 这三年和国保国安的大交道 我绝对相信 他讲那些东西 有的我都经历过 类似的啊 大同小异 就共产党为了维稳 控制这个证券 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邀成讲得非常好啊 他知道解放军 维克维护自己的权力啊 就能使用这种超限战的手段 他是相信的 只是他认为 就是这个 肯定是解放军制造的 但是这个半成品 因为他知道 如果是成品的话 他永远有 把那个盾整好 他盾没怎么太整好 他讲的有一定道理啊 但是我认为 各方面的意见 听取 集思广义 这个是最最好的 一定要把真相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 这个就是要按照法律程序 追责 严厉的惩罚 制造这个病毒 坏全世界的人 这个是大罪啊 反人类罪典型的 所以共产党走到现在啊 就用东北话讲 或或 这个捉到最后了 捉到头 捉到极端了 说总之要清算 这一天总算来临呢 这就是一个标词啊 那么今天这个 万维网这篇文章 我觉得他也讲的 就非常好啊 就是这个 美国和这个欧盟啊 在下周 举办的美欧峰会啊 要护一个透明的 基于证据的 不受干扰的调查 你有着证据 拿到台北上来 对不对 不怕他毁灭证据 你再毁灭 总要留下证据 那么多武汉人呢 你想想 武汉那个 多少富有这个 当年武昌旗传统的老百姓 我相信方方面面 都把证据留着 现在中国人都是 高压统治造成 都是两面人 等到来 一旦亮拳头的时候 就变成一面人了啊 人都是趋利比 这个一点不用丑 包括什么陈飞啊 持正丽啊 都会站出来了 中南山海都会变的 不要着急 所以关键是 现在这个形势 大家一起合理 就推动啊 所以说这个 我现在认为呢 现在这个最好的形势 就是拜登这个 官场的老游子啊 很善于就是 这个组织这个 N国的自由联盟啊 你这个联盟 这个轮廓非常清晰啊 现在是日本 完了韩国 完了欧洲 完了印度 你看 全完成之后 你看最后他现在要 主攻就是普京 只要把证据的 这个很有力量 证据告诉普京 普京至少保持总理 普京保持总理 总共就彻底的就是 孤家寡人了 就胜了 伊朗啊 还有个金三胖 金三胖那算什么 是不是啊 大象 才死麻痺 小手指动一下就没了 是不是啊 所以关键是什么 怎么能想办法 使中国人民付出少的代价 就把这个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 你看人民日报这一档天 讲的故事都 那这是哭着喊着心 嘛 生怕被人民抛弃啊 对不对 然后再把习近平 这个专制性的核心人物 和九千万党员分开 然后再把中南海的人 啊 决策策的和习近平分开 把这几个层次搞好之后 逼迫啊 中共就放弃一档战啊 这个我想起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即将来临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了希望 你看那洛杉矶 这个纪念六四三十二周年的会场 你看呢 九十多岁 你要做共产党劳二十年的 冯国将老先生 推着小车 是吧 你看呢 讲的话特别感动人 受到共产党的破坏一辈子 你要坐牢坐了几乎是一辈子 就往海外啊 捐出了自己一万本书 一千美金 就全部家产 都献给了这个陈伟宁写事 他搞这个吊塑啊 好啊 中共病毒那个吊塑是太好了 把这个习近平及中国共产党 定在历史辅助上 全面的清算 所以这个今天看到海外这些文章 都特别高兴 这个节点就是什么 就是把新冠病毒这个原因给他查到 找到 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